到了 没错 听说昆仑是西方净土的神山 西王母居住所在 就如铜像史吉渊 吉北之地一样 听说那里的天空分七种色彩 在冰面上不停地浮动 变幻 美得就像是做梦一样 冰残毒又发作了吧 该以针渡穴了 不必了 从现在开始 雪国主应养足精神 以备为教王治病 那个教王是不是给你吃了什么迷药 我想救你 你怎么自己不当一回事啊 还算知道痛 走吧 你怎么办啊 稍等 袁一公到底在哪儿呢 认识 你 你 到了 刚刚那个车夫 你真的把他给杀了 你 你把他杀了 你怎么会这样 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车夫 他是为了养家糊口 才跑这一趟远途 你竟然把他给杀了 你这个疯子 若非如此 难保他不会泄露 袁一宫的出入路径 况且 我只答应付给他钱 又没有答应不杀他 你这个疯子 你知不知道 我要花费多少的力气 才可以救活一条生命 你却这样随随便便 挥挥手就把他给杀了 你是不是啊 我早就说过 你救我的话 会后悔的 我本就是一个杀忍者 和你正好相反 还请薛国主 随在下前往袁一宫 为教王之商 我想救你 可是我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治好你呢 雅密 在下无恙 我老是有谷处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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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峰使 您可算回来了 教王吩咐 如果您一返回 便请您去园仪殿 教中发生了什么事 出了大事 日收女和童叛变 教王如何 教王无恙 去上面 把薛国主的行李取来 是 是 妙峰使 妙谁使 你可算回来了 教王已等你很久了 路上遇到修罗场的八郡 耽搁了一会儿 那妙峰使受伤了吗 薛国主 龙门村一别 我们又见面了 好冷漠儿薛国主 妙峰使 真奇怪啊 你的笑容 怎么不见了 真是可惜 真是可惜 是被谁 夺走了 快走吧 我要见你们教王 所以呢 嘛 всего 我想 你们准备一网 你看 没想到 走 进来吧 是薛谷主吗 是我 风 回来了 教王万寿 我的孩子 你果然按时把药师谷谷主带回来了 我没养错你 快起来吧 薛谷主 风是个好孩子 他很听话 很懂事 不像铜 铜呢 更像是一条毒蛇 一条时时刻刻都想着怎么反噬恩主的毒蛇 Christian 教王打算何时开始诊治 薛谷主看来比本座还要着急啊 你只有我一个医疮 我却不止你一个病人 但是只有本作业 才能让药师谷谷主为我出诊 薛谷主 你应该知道 园医公与中原武林 向来是水火不容 你为何愿意千里迢迢 来为我治疗 药师谷向来不设江湖之事 只要有回天令和枕筋足够 我为何不能来 既然薛谷主都来了 那就再帮我一个忙 看看 他还有的织吗 枕筋足够 便救得了 薛谷主 请吧 快点 薛谷主 薛谷主果然医者负我心愿 不够可惜 童这个叛徒试图谋刺本座 本座清理门户 理所应当吧 教王恐怕是和自己的属下 开玩笑开习惯了 把我也当成园医工的人 若教王不着急治病 烦请尽快将我送回药师谷 我还有事 薛谷主莫及 本座随时可以开始治疗 好 别做他 他是个不愧 敢对教王不敬 是 你 这 没 雪国主 在你这样的贵客面前 本错冒失了 来人 先把这个叛徒给我拖出去 别葬了我的宫殿 是 这一路长途跋涉 我有些累了 什么时候才能休息 雪国主 不先替本座诊断一下吗 医家讲究望闻问切 教王的声音听似平和宁静 但气息中却有三分急促 我已有五成把握 好 待我诊治完毕 便可以离开了吧 那是当然 只要本座恢复往日的风采 本座定会种谢雪国主 并且派人 把你安安全全地送回药士国 一言为定 嗯 风 你留下 不是 感谢 前世 时 前世 时